今天要出去拍呀 每次都跟着您出去转 都得叫您戴卫老师了吧 老师不敢啊 老带就行了 可别呀 每次都麻烦您 戴卫师傅 什么师傅 下白货 那过来吧 我影都准备好了 好啊 那等会儿见啊 嗯 拜 怎么今天又要出去啊 嗯 不看你还剩影了啊 咱还五眼都钱折腾了 不是 有人指导跟自己折腾是不一样的 戴卫指导的行吗 特别好 我按照她说的做 我觉得出来效果以后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那她怎么不出名啊 我看你就是对着那个年画 拍那老虎 都能比她早出名 你这么说就不厚道了 我觉得戴卫老师 就像是那种怀才不遇的文人一样 就 就像您以前说的什么 就像我爸好像就是怀才不遇的文人 谁说过了 那是替赵鹏飞打掩护的啊 难道 妈身边的怀才不遇的文人 那都是你爸 也可以 你瞎说什么你 你跟戴卫好像挺投缘的啊 我觉得吧我们俩有点自来熟 他跟谁都自来熟 还真不是 我跟他是那种 特别有缘分的自来熟 反正说不清楚 行了 行了 快去吧 您再睡个回笼觉吧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真够快的 会是什么结果 没什么结果 不会今天就这么完了的 全体起立 谢谢 我判决刘元森为主要监护人 在此我将刘秋秋的监护权授予刘元森 以上判决 第十生效 谢谢 不客气 晚上我去接孩子 姐 没事 姐 相信我 不过就这么晚了 赵总 昨天晚上谢谢你来接我 没关系 员工有难老板支援吗 昨天晚上出了点事 一个人喝多了 实在不行了 不然不会麻烦你的 出什么事了 我还以为你是跟朋友们 都玩疯了呢 昨天 昨天男朋友跟我分手了 是吗 那你 没事 我昨天晚上就是一个人 有点郁闷 现在好了 对不起 我失态了 没关系 不用这么紧张 在公司呢 咱们是工作关系 我是你的上司 出了公司 咱们就是朋友关系了 你就把我当成老大哥就行了 以后如果 再遇到什么郁闷的事 可以随时找我来聊聊 谢谢你 赵总 我真幸运 能有你这么好的上司 别 你要真犯错了 该罚还得罚你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去休息两天 恢复恢复心情 情绪不好 对工作也有影响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然 你先忙 我出去了 多喝点水啊 赵总 你人真好 认真好 孩子永远是你的 没有什么 能够切断一个木槿 和孩子的联系 赵总 正在积极地为你想办法 为什么叫求你 走一步算一步吧 反正我现在 也没心思去想那么多了 秋秋是个乖孩子 她很聪明的 谢谢求求 不看 你先休息一会儿 回头我再来找你 舅舅 我没事 您有什么事就现在说吧 那好吧 这个呢 是刚他们做好的提案 我看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完全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 从最好的地段开始 银行贷款也拿下来了 就等你签字了 舅舅啊 我知道 我现在这么说不合适 咱们 能不能暂缓几天呀 为什么呀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好的局面了 你知道 这海南地产市场不是这么容易打进去的 赵红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被太多的东西影响了 影响得我无法判断 舅舅 你说你现在让我做决定 这理智吗 赵红 这是我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努力得到的结果 退一步功败垂成啊 舅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来得太容易了 舅舅 我现在状态什么都做不了 咱们还是先保守一点的 这样吧 你先帮帮我 跟他们周旋一下 咱们先掌缓一下好吗 你确定 嗯 好吧 我知道了 好 谢谢你啊 所以啊 这个案子完全是因为被告属于弱者 你不能说那么绝对 好歹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呀 得了吧 什么叫临时性犯罪 这不扯淡呢 嗯 怎么了 偷疯了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鱼肚啊 我闻瑞怎么能恶心啊 咋了我吃了杜瓣盒挺好吃的呀 又来了 你 你把照片都恶心成这个样子了 吃个鱼肚有那么恶心吗 妈 晚上好啊 妈 晚上好啊 妈 赵青 什么都跟你说了是吧 是啊 是啊 原生一会儿就来了 我知道 我小外孙女呢 屋里收拾东西 完了完了 出人命了 小青 你这都进去一个钟头了 还出得来吗 马上就出了 你这个摸倒驴 你还嫌我念叨多 那外面不干净的东西 都不能乱吃 你说 你守着我这么一个大厨老公 还去外面吃 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应 那老天爷都要惩罚你这蝉猫 我说啊 你要是吊到厕所里 我可拿钓鱼杆来救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不错 经过很明显 经过这几天啊 这手啊终于不倒了 你还说呢 你都不知道你的相机有多沉 我挂脖子上都快得脊椎病了 告诉你 我们搞摄影的这脖子 都跟那厨师似 脑子大脖子酥 你看我啊 这脖子 你还听我自知之明 好了 今天啊咱们就到这儿 刚才我跟你指那几张啊 你拿回来给你妈好好写背写背 可以直接往杂志社投了 什么杂志啊 支烟 讨厌 对了 这个胶卷啊 我今天晚上还得给你洗出来 明天啊 让你看看胶卷和这树码的区别 这么高级 你还会洗胶卷呢 小刹啊 就在我那卫生间里去 你在卫生间洗胶卷 我告诉你 我那卫生间是三用的 既能洗胶卷 还能洗树 还能方果 真恶心 可是我明天有事我可来不了啊 那 那我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吧多麻烦啊 正好啊 我也想你拿了 好吧 那就麻烦你了 好那走吧 让你妈啊 真着急了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戴戴老师 好 再见 家家同学 妈 你来了 秋秋呢 我去叫她 她东西在那儿 伯伯 爸爸来接你了 我可以再多住一个晚上吗 本来有样东西 我是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给你个惊喜 现在是送给你的时候了 粉色的 你最喜欢的颜色对吧 宝贝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话 说什么都行 同学又救你电子了 作业不会写了 或者想见妈妈了 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真的吗 好 很快的 半个月我们就见着了 塔尔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她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姥姥 乖孩子 过不了多久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乖 乖 乖 一定要开心点啊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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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好 我会考虑的 你要是不嫌弃 我倒是知道一些 适合你的地方 适合我的地方 好 那有机会的话 你陪我去逛逛 好啊 好 把这个 帮我发快递 上面有地址 好 来了 爸 是你 那么大嫂有何贵干 我呀 给佳佳送照片来了 昨天晚上刚刚洗好了 是吗 那进来坐会儿吧 我给你倒壶水 坐着 来 佳佳 还睡着呢 这要不跟你拍照片啊 都这样 年轻人啊 都这毛尾 来 真好心 你对佳佳还真好 有缘吧 难得她喜欢拍照 就算我收了一个小徒弟 你别看佳佳 挺尊敬你的 我要说你坏话 她还不高兴呢 这叫徒弟孝敬师傅 你说我坏话干吗 我说别人坏话 对得起你吗 也是 你说我呀 反正我也不吃亏 早 佳佳 佳佳老师这么早 给你送照片来了 这么有效率 熟练工种嘛 你什么时候也将得我洗照片啊 将得洗照片 现在都是数码了 基本上用不上 偶尔洗一次啊 也是涂个新鲜 搜个热的 不过你要真想学啊 我随时都能教你 好啊 戴老师 我周末过生日 你一起来呗 好啊 不太合适嘛 这个 怎么了 戴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是吧 不是 也许戴卫有什么事啊 什么 没 没事 我就是说呀 周末我有空 其实我呀 每天都挺闲的 那得这么说定了啊 好 马上我回去再睡个回笼啊 说好了啊 好 戴卫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文杰 我要真想干什么 还用等到现在 你能不能注意点 文杰 你想的太多了 我想的问题 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 我要上班了 你呢 早点摊 吃早点去吧 那请吧 来 进来 赵总 钱已经汇出去了 钱 什么钱 一二二的钱啊 咱们不是通过他们的提二的吗 什么 您是怎么想 我是让您告诉他们 咱们不做这个生意 我认为我做了合适的举措 何况我还是财务总监 我有权筹集资金 我也有权签署支票 我也有权认可 我觉得合适的生意 可我是总裁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这就是欺诈 欺诈 好啊 告我去啊 告了我 咱们就不用做生意了 把我逮起来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这么做 也许 你应该试着信任我的判断 信任 在您做了这种事之后 就你在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先是你爸 后是赵涛 现在是你 你们应该都信任我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佳佳 你这个周末来这儿过生日吧 这不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这么说 你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本来还想在家 就到这儿过 我把你哥哥姐姐都找来 你也是来我们家 过的第一个生日 很有意义的 阿姨 这不好吗 别跟我客气了 正好给赵磊接风 你过生日她回家 两个好事凑一块了 谢谢阿姨 别客气 阿姨 那我妈有一个搞摄影的朋友 我可以把她叫过来吗 就是你那位老师 好啊 非常欢迎 那也让我们见识一下 能教我们家家的大文化人 是什么样子 谢谢阿姨 不客气 谢谢阿姨 雷伟 文杰 回来了 你怎么又来我家 我呀 不是不能三宝这个 那行 进去说吧 好 那就快说吧 想说什么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佳佳 什么事 告诉她应该知道的 你指什么 那家人跟她根本没关系 她就是赵磊飞的女儿 你觉得我信吗 你信不信无所谓只要佳佳信 文杰 你这么做对我跟佳佳都太残酷了 什么叫残酷 不 你知道佳佳需要什么 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她现在有了 这是一个骗局 这不是骗局 这不是骗局 她就是赵磊飞的女儿 佳佳信不信无所谓 只有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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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 我信 快 快 走 看着这儿 我这儿都不回来 谢谢 没了就 现在就不回来了 看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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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 小蕾 你怎么办 没事没事 没事 老的儿子 回来吧 回来吧 我回来的 瘦了 瘦回来了 我家吃饭吃完就胖了 妈妈对我哥们 你好你好 快回家 腿怎么样 没事 喂 妈妈 宝贝 还没睡呢 妈妈 我想你了 好孩子 乖 妈妈也想你 舅舅啊 在爸爸家要听爸爸的话 舅舅 想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吗 从前啊 有一个诗人叫王昌霖 他在一个叫龙飘的地方当县令 有一天晚上 他写事写困了 然后就找了一根绳子 一头 顺着自己的头发梳 另外一天 妈一头还能倒着走 你妈你 慢点你 腿都瘸了 还不老实 阿姨 她呀 就得全身骨头都断了 她才能老实得了 丫头 一个月都不见了 跟哥说点好听的呗 不说 说一个 欢迎回家 谢谢 妈 今天累了早点睡吧 改天我再跟您汇报工作 对 你肯定累坏了 早点歇着 娇娇 时间不早了 你今天就住这儿吧 反正也有房间 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行了 好呀 那得打扰您了 都早点歇着 你们兄妹俩有话 明天再聊 好 那 晚安 晚安 早点睡啊 晚安 好 早点儿 什么 不是 揭 什么 手 你 下俄 厉害啊 怎么啦 药 药药过了 折腾药 妈给你找折腾药 妈 别拿 别疼 为什么 上瘾 没事 妈 小蕾 小蕾 妈陪着你啊 忍着点 妈陪着你就不太疼了 嗯 嗯 烤烂烂 哎呀 瞧样子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是啊 忽然甜甜的 你做什么呢 让哥哥给你来一杯 提神醒脑的东西 保证你这一天啊 怎么了 赵徐 怎么了 恶心 来来来 这 这你没发烧啊 哪个舒服啊 我不跟你说呢 我得赶紧上班来不及了 别别别 你别着急 你直接今天休息一天哪 昨天都恶心一天了 恶心一天了 你又被什么恶心召了 出人命了 我走了啊 出人命了 什么时候接刑事案件了 哎呦 这么好的东西 全浪费 也没人喝 怎么会这样 我 走 赵磊 小磊忍着点 疼 疼 我知道 我知道 怎么就这样呢 忍着点 忍着点 忍着点啊 儿子 我知道你疼 孩子 怎么会这样呢 忍着点啊 妈 忍着点 咱找大夫去 疼 疼 疼疼 你真厉害 孩子 你爹 疼 疼 你 那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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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没有啊 好多了 那药刚停的时候不行 现在我估计外忙我 你不吃药行吗 行 又没伤到骨头 还行呢 你那口子七厘米长 这鸡尖差点折了知不知道 你消停火别折腾了 行了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我要是你妈 我有你这种感觉 我儿子我早疯了 你现在精神头怎么样啊 还行 怎么办 厨师 您那小拐棍 咱出去溜达溜达 下家家你的人性 开始闪光了 小废话 走 走走走 小心啊 看我 什么时候开始玩摄影了 我以前呀 一直想攒钱买个吉他 结果我终于攒好钱了以后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了摄影器才成 然后就有了我第一台相机 很冲动嘛 结果冲动完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把我冲动的结果 拿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说我买了一个玩具 行哎 比我哥拍得行 那是 怎么着 说说你吧 我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反正天天在那儿就干体力活呗 爱服务员 结长 好的 您稍等 不过说实话 你在那边看到那些 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 我真的挺难想象你会去那边的 是 我也没想到吧 我之前跟你妈聊过 她特担心你 她怕你疼 不过 你要是不吃止疼药的话 会影响治疗的是吧 我妈就那样了 是大惊小怪的 我觉得也是 疼的话吃点止疼药不就没事了 就好是 您好您共消费七十八元 好 赵磊 你怎么了 赵磊 赵磊 慢点 慢点 没事 没事 真胡闹了 怎么能带她出去呢 行了 妈别念叨了 就这么点事 还疼吗 没事 没事 你出去吧 行了 没事啊 没事 阿姨 对不起 你怎么可以把她带出去呢 真是胡闹 我只是想跟她说止疼片的事 在家里不一样说吗 还非得出去啊 那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她高兴了 可能就答应了 我估计最近赵磊 是高兴不起来了 那您给我写个剧本 下次我照着眼睹了 跟我生气了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我干这么没大脑的事 犯这么大的错误 佳佳 你是有错 但只是一点点小错 做大的是赵磊和她爸爸 我现在全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赵磊 那次出事的样子 想起来她爸爸 就这么走了 佳佳 谢谢你 孩子 这些日子 你一直陪我陪赵磊 你对赵磊的帮助 比我都大 谢谢你 真的 阿姨 我该谢谢您 让我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你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人 佳佳 我跟大夫联系过了 人家说只要注意伎俩就没事 妈帮着你控制伎俩 快吃了吧 吃下去就不太疼了 我知道 適合际和俩可谈主情 猜 enfant 您两天都也可以说 我行足够的 这是牧場啊 鸣鸣 咣 好 �足够的 约了 帅吧 别来胖多了 对了 你饿吗 我给你买点吃的去 我不饿 你自己去吃吧 赵总 我知道你现在挺辛苦的 可你要保重身体啊 公司全靠你撑着呢 有那么严重吗 我挺好的 再说公司不是还有夏总的吗 大家都知道 夏总也知道 公司里你才是顶梁柱 有了你 公司才有今天呢 你就是给我戴再多的高帽子 我也不可能给你涨两次工资 赵总 我知道你心里挺苦的 可是只要你愿意 随时可以找我聊聊 好 好 谢谢你 快去吃饭吧 我收拾收拾也走了 我多陪你一会儿 你一个人也挺寂寞的 你总是这样吗 心里再苦再累 都憋着 从来不和别人说吗 你知道 我有多心疼你吗 别的 太晚了 我得回去了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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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俩虽然坐在这儿 但是她们俩可不是男女朋友啊 她本来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 她们俩是欣慰充满 一起长大的可爱妹了 然后你看她们俩的关系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这种破玩意儿 你怎么看得进去啊 挺好看的 你看呀 来啦 吃早饭啦 阿姨 你吃吃我东西的 阿姨 不用这么夸张 我能动回 你要吃了吗 吃了 我盯着她吃的 大夫叫你附健去了吗 她去 我一会儿带她去 有佳佳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我吃早饭 等我好了第一件事 就是要离开你们了 坐好 还没吃早饭呢 吃饭吧 我喂你 你已经被我妈给童话了 好 行行行行 我去给你掉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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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两片也没有 我又不是宠物啊 哈喽啊 你这是干嘛呢 好 给你妈啊 装一个调光器 调光器 你们俩还能再浪漫点 当然能啊 我要用这个呀 往这儿一捅 就寻情了 你快算了吧 你要捅也等我走了再捅 我可见不得这血腥场面 嗯 对了 我生日 你和我妈都来哈 对呀 嗯 这个呀 本来应该生日的时候给你 可是当着那么多人呀 我是真不好意思 我猜肯定不是相机 对 那肯定不是 打开看看 打开了啊 项链啊 项链啊 谢谢 我很喜欢 喜欢啊 就戴上吧 嗯 爸 你说一定要再测一次吗 那当然了 万一不准呢 爸也难受死我了 这个死张东 我跟你爸刚结婚的时候 没打算马上要孩子 结果出意外了 那时候 打开还得经过单位领导签字 你说逗吧 没办法 只好把赵链生下来 你别把这话告诉赵链啊 他会误会的 其实 我很爱他的 我亲爱的妈妈 你跟我说的都不是一码事 怎么不是一码事啊 我看你这辈子啊 也就是张东了 我劝你干脆奉子成婚 妈 不许说出来啊 说出来怎么了 这也不是坏事 你觉得张尊 这个名字怎么样 刚才你不还说没准怀为怀呢吗 怎么这么快名字就起好了 妈我跟你说这名不好听啊 坏了乖气的 那张俊 张瑞 张宁 张宁 妈 你这起的什么名字啊 太难听了吧 当初你嫌赵链给秋秋起的名字不好听 差点跟他断绝关系 你现在起的也不怎么样啊 赵磊说得对 你跟爸起名的水准都太差 我起这名字哪不好了 那总比赵链强吧 他给秋秋起的什么名字啊 刘秋莲 你听听 秋天的榴莲 这东西怎么这么慢啊 起码不用找老中医去耗败了 还得等着他 眯着眼睛摇着头跟你说 你又喜了 妈谁又喜了 谁又喜了 谁又喜了 妈谁啊 谁啊 赵磊啊 没有 什么赵磊啊 没有 他瘸着个腿 在床上躺着呢 妈 什么呀 妈 我跟你说啊 这事是没准准呢 你先别跟别人说啊 当然当然 好孩子 你怀孕的事我谁都不告诉 你说我刚跟张东在一起吧 我又怕把他吓跑了 而且 怎么样 孩子 结果出来了 是阳性吗 没有没有 妈 是阴性的 也好 你说得对 你们俩在一起时间 还不久 现在要孩子确实早了点 你还不到四十嘛 妈 是这样的 我有点急事 我得回单位了 就这样啊 拜拜 拜拜 天哪 小孩 你想吃什么呀 你呢 要是不跟你妈告密的话呢 我就给你煮方便面吃 够厉害的呀 行吧 开始像正常人了哈 怎么了 这算是个好事吧 干嘛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问问啊 你说你这脚早上还疼得要死 现在怎么没事了 有什么不对啊 你是不是偷偷拿药吃了 你怀疑我是吧 那我告诉你我没有 你自己说的 你要疼你就拿药吃 咱们打什么呀 你现在觉得我怎么着 续完酒该嗑药了是吗 就知道会这样 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我呗 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我呗 我是担心你 你担心你 自己数药片 必须数 数 对吗 对吗 确定吧 嗯 别给我煮面了 我没胃口 赵伟 我听了 太挺挺 对吗 舅舅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 舅舅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确实是对别人太缺乏信任了 舅舅 你先听我说 如果没有您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是拿不到这么大的项目的 我知道 您对公司的直接一直是非常准确的 对不起舅舅 我忽略了您的感受 舅舅啊 我已经失去女儿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舅舅了 好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 还有啊 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不能再擅自下决定了啊 好了 现在我们两个共同努力把这个项目做好 好不好 好 我 舅舅 怎么了 对不起 海南那边 他们 刚刚宣布破产了 什么 那帮混蛋 一直在用避险资金做生意 然后借贷过多 今天凌晨 彻底崩盘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之前 银行一直在逼他们 他们 他们把我们当作还兵的棋子啊 因为我们公司 跟他们公司 还有生意上的来往 所以 银行马上就要来催款 七千万 就是把我们公司套空了 我们也拿不出来呀 是啊 舅舅 小孩儿吃点水果吧 软抵抗 小干弟 你好 好吗 别生气了 你还是大老爷们呢 你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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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可怜是吧 好吧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嗯 我反应过度了 嗯 那我 我不应该不信任你 我不该对你吼 嗯 主要以前这种事太多了 他们每天都怀疑我偷酒喝 我一碰到这种问题现在特敏感 喝喝呗 嗯 让我告诉你个事 什么事 该不该告诉你 那你别告诉我了 你个小八博 你想歇密想尿死了吧你 好吧 你说对了 不过我就是不想听 绕青怀孕 真的假的 我听我妈说的 我妈跟她打电话 我都听见了 说什么 老钟 你反正就是有喜了 确定吗 我太确定了 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就告诉你一页了 哼 因为我像你一样是个八博呀 不过这件事情呢 咱俩可以喝一杯敬祝一下 来呀 你想喝什么 要是没酒的话 就来点凉的 喝死你多了 回来啦 回来啦 咱俩像这时差啊真成问题了 哎呀累死我了 这浑身啊 就跟伞架子了似的 我晚上还要赶妈那儿去呢 你确定去不了了吗 我下班以后可以接你回家 算了吧 太远了 看你这么累 我晚上从餐厅 带点血鱼回来怎么样 别提鱼啊 提鱼我恶心 血鱼是有点腻啊 但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就三文鱼 我给你做个三文鱼四身 哎 赵青 没事吧 怎么反应这么大呀 你会不会是 是什么 会不会是怀孕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像是 你说是就是吧 真的 我还以为你是生病了呢 哎 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意外啊 你看咱俩那么小心 他居然还 那能不意外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那我闯的祸我就来扛嘛 当然我也很愿意扛 不过我还是会听你的 什么呀 你把球提给我了 没有啊 我的意思呢 是我孙仲友的决定 你看 你现在的决定呢 如非两种 一种呢 它就不安全 那无论现在技术多先进多发达 都是会伤害身体的 我呢 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所以我希望你 那你准备好当爸爸了吗 我之前没有 不过你看 那现在 他命中注定该来的已经来了 那我就相信我自己 我肯定能做好准备 该走了 我 我不想去 你 你替我 不行 你必须去 这是人佳佳来咱们家的第一个生日 对他很重要 我知道 可是 可是我没心情啊 我 我也没心情 我现在火大着呢 我根本不想去 可这跟人家佳佳有关系吗 我不想让人家多想 好 我 对不起 对不起已经没用了 走吧 你好 哥 怎么你开门啊 妈呢 妈在院子里陪夏文杰 还有夏文杰的姨朋友 什么朋友 就是教教家佳佳摄影那老师 姐夫就来了 没有 姐夫晚点到 情绪好像不太好 我跟他现在都算光棍吗 别那么郁闷 来 我跟你说一个赵清的郁闷事 让你开开心 你说你 你怎么就知道幸灾乐祸呢 什么事啊 我就喜欢家对啊 说我啊 对啊 你更别照顾我啊 我跟你说 就是你那把牌出错 要不然咱们俩肯定能应看吗 刚才那把牌 从技术角度来讲 打得实在是太臭了 我去准备蛋糕 好 你帮我一下 能赢他们俩的 小青 嗯 张东怎么没来 他得上班 我们俩都有时差了 邓德 啊 干什么去 我 我去加点酒 喝赵磊的藏品 赵磊 拿来 把你那私藏的洋酒 共演出来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来一遍 来一遍 谁喝 都喝 除了赵青 嗯 哥 为什么除了我啊 啊 除了佳佳 佳佳岁数还小 啊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哎哎哎哎 哥 你们都什么情况啊 哦 啊 赵磊告诉我了 嗯 对不起啊 我也记得了 哥 我是听妈打电话时候说的 你听见什么了 你说赵青怀孕了 赵青 你怀孕了 真的啊 青儿 妈 这个不怪我啊 谁让你打电话时候 声音怎么大 妈 我跟你说了吗 不让你告诉她妈 她只是听见半个片段 我 我告诉你们 赵青没怀上 孩子 其实我也不想骗你们 我 我怀上了 哦 哎呦 孩子 你早不告诉我呀 我想给你们惊喜吧 行 我拿瓶极品尝尝 我帮她 站那儿 兇想知道我酒藏哪儿了 来 知道小雷酒藏哪儿的 请举手 嗯 我也知道 你马上就给知道 好 你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佳佳身上戴的那条项链 是你母亲的遗物 我在第一次演话剧的时候 你就给我戴过 你怎么送给佳佳了呢 这倒是什么 这倒是什么 大不了的呀 不就是一条项链吗 是一条项链 可是你给佳佳 传递个什么信息 生日快乐呀 哎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因为是你家祖传的视频 是要留给女儿的 你到底是 暗示佳佳什么呀 又没给她买什么礼 身边就这条项链 还行回事 你以为我暗示什么呀 行了 别说了 走吧 过去 好 你要是真这么不乐意啊 我下回送她一条围巾 总行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走吧 这事该怎么办 我也不是 那你说怎么办 冯德怎么了 赵宏也乖乖的 出什么事了 工作有点忙 累了 是吗 你们悠着点啊 别太累了 妈 您就别操心了 反正我们也快不用上班了 什么意思 公司出什么事了 姐我 妈 您就别管了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不行 我得知道 郑德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来来来来来 吃蛋糕喽 妈 快去吃蛋糕吧 来来来去吧 快吃吧 来 来都来都来 来 来 不好意思啊佳佳 我宣兵夺主了 今天你才是主角 你的事比较大 祝福你 以前的事情真的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的头发 过去了 过去了 我们祝佳佳生日快乐吧 走 欢迎你到这个家 过第一个生日 过去的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佳佳来说很特别 咱们来庆祝一下吧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佳佳 如果你要这么做 风险太大了 那能有什么办法 找赵涛啊 找谁都不能找他 我说你啊 是太固执了 太死心眼了 是我是固执 可事实证明 我之前的固执是对的 你们到底怎么了 佳佳 来 后来 今天佳佳过生日 工作的事 能不能改天再说啊 佳佳 我们先回去了 你待会儿跟美慧说一声 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吧 这样不好 美慧特意为你安排的 记住 别多说话 生日快乐 谢谢妈 拜拜 走吧 那我们走了 我就知道 他们家吃饭是没有一次 踏踏实实把饭吃完 不出事的 是 真看不出来啊 佳佳这么踏实的孩子 会跟他们家有关系 你今天一天寒沙摄影的 话还没说够啊 有什么话都说吧 够了 我早就够了 我受够了你把我当个傻子 咱们为这事吵过好几次了 我现在最后认真地问你一次 佳佳 到底是谁的孩子 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可能 应该是吧 但我不能确定 我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 大卫 你别逼我了 你别再问这件事了 文杰 你应该早告诉我的 我自己都不确定 我怎么告诉你 佳佳要是知道了她不是赵鹏飞的女儿 她一定会离开我的 你说她的生活会幸福吗 你说她会走出这段阴影吗 对 文杰 我回来不是为了毁掉你的生活 我回来是为了要和你在一起呀 戴薇 那我求你了 行吗 真的 我求你 为了佳佳 你别再提这件事了 你信吗 对不起啊 他们把你生日又给毁了吧 嗯 蛋糕挺好吃的 那我全吃光 一口也不给他们留 我刚才听见你妈跟戴薇吵架 不能 他们俩吵什么呀 这 就说你那个 那项链似的 说是戴薇他妈妈的遗物 这个 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所以你妈一下就急了 说戴薇想暗示 暗示什么呀 暗示他是你爸爸 嗯什么呀 你从来没想过这事啊 也许 我跟你说 以前我问我妈 我爸是一什么样的人 我妈特真诚地跟我说 我爸是一落魄的文人 但我怎么看赵公飞 都不像一落魄的文人 直到我看到了戴薇先生 那你 没直接去问过他 当然问了 他肯定不承认吧 本来我还相信他说的 那后来 嗯 我看他们俩在一块那感觉 嗨 我二年我就去做个鉴定 什么的呀 但你不不是我吗 其实我也不是没想过 那我特怕 我怕我做完那鉴定 然后 看着那个不靠谱的结果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然我 我陪你去做一下 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我们打算继续孝顺一下 妈 上座 你们什么时候都变成孝子了 十分钟以前吧 阿姨 来 马蹄酥 真好 等会儿 叔叔 我们又见面了 你咋了你 别理他 他小时候被马蹄酥给噎着 真的呀 真倒差点噎死 妈 喝点 谢谢 我有点不习惯了 你们一向都是没心没肺的 妈 瞧您说的 您要这么说的话 多伤我们感情啊 没错 妈说的就是你 哪儿都有你 妈 我知道姐和舅舅等战 您心里一定特别担心 我是有点担心 但是我还受得了 不就是公司出点麻烦吗 又不是第一次 现在金融危机 哪个公司没点麻烦 你们不用这样 我没那么脆弱 妈 我们就怕呀 你一个人在屋子里发愁 你说这么大一屋子 就你一个人多闷啊 你好 我还住这呢啊 你还算人啊 行了 行了 妈好着呢 我不会因为你们发愁的 我一会儿还得去找朋友 谭基金会募捐的事 今年又快到时候了 你们可都得 我去 我去 保证到场 他们去我就去 佳佳 乖孩子 和他们一块去吧 什么活动啊 是特正事吗 正事都见鬼了 晚上你就知道了 真的啊 那我先不给你们吃了 我去准备一条正事件的衣服 我的衣服都太那个了 太美了 我先去准备准备了啊 好 慢点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样等着我 能啊 我巴不得我瞎了呢 我再也看不见您了 好了 好了 都赖我 咱能不能不打了 想想办法吧 我们把这层楼卖了吧 你能不能别 别什么 我别太现实了是吧 舅舅 能动用的关系我都动用了 我玩命的再找一家公司 代替海南那批人 可是现在在这种经济环境下 不可能了 我们只有坐在这里等着银肉来 推贷了 这不是还没定呢吗 我这不是还在等着银行电话呢吗 舅舅 在这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谁会带给我们那么多钱呀 不行 我得告诉我妈 别别别 还是让我说吧 不 我跟她说 公司破产对我妈来说 绝对是个打击 她没有必要知道您做了什么 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家家来了吗 在客厅等你呢 走 都在啊 怎么了 大姐 今儿不忙 你干的吧 你把他们都找着 好 又跟以前一样 你们是不是紧张就得点过头了 赵磊 你又翻妈的包了吧 我找零钱呢 找什么零钱啊 找样子吧 赵磊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只想跟你好好谈谈 谈怎么谈 你们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 我们是怕你不来 那也没必要弄这么尴尬吧 赵磊啊 大家都放下手上的事 为着你过来 你要是懂事的话 就说实话 好 好好好 我 我承认 我最近我对这药是有点小小的依赖了 但我觉得很正常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什么时候啊 什么什么时候啊 从我这破腿受伤开始的行吧 你少盘问我 你 儿子 大家都是为你好 是我知道 是为我好 两个星期以前让我吃药都是为我好 妈 当初同意我吃药的人可是你啊 你 我当时是 是怕你腿疼 我以为你能控制住 我错了 对不起 行吧 妈 不是你的错了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应该自己负责 你来这儿干吗呀 你老公都跑了 你怎么对你自己负责 姐 你怎么又犯魂了你 赵蕾 你别这样 这大家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是我爸 你胡说什么 妈往里面犯魂呢 我们都知道 你现在很生气 也很激动 可是你腿疼都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不会隐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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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磊 现在没人跟你开玩笑 你瞧你 赵涛你 你都活了快四十年了 怎么这么没幽默感 你看看 人家穿着人五人六的 以为自己是个爷们的 你干那些叫爷们的事吗 你看 行 人大伙都走了 我再收拾你 就现在吧 赵蕾 闭嘴 我告诉你 这家里头最可悲就是你了 费这么大劲 不就是为了让他们都喜欢你吗 赵蕾 别在这儿无力取闹 阿姨没事 我先走了 别 谢谢啊 我们家很久没人这么齐过了 发泄完了吧 舒服多的吧 舒服个屁 你上哪儿呢 你管什么你 站好了 我告诉你 今天就在家老车给我待着 行 站住 站住 我的身体科 你傻容了来着 快快快 赵蕾 赵蕾 你要敢出这个门我就换锁你信不信 别 都别这样 再吃这药 你再吃药我就报警 我把你送监狱去 什么罪名 西国 我吃这药是为了止疼行吗 止什么疼啊 止什么疼啊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早就不用止疼药了 你要我知道你什么都知道 你凭什么管我呀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是吗 我凭什么管你是吗 你再说一遍 你看你这德行 你看看你这德行 你让咱妈咱姐咱哥看看 你跟训酒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你 我凭什么 我恶心地要死 我现在头疼都快晕过去了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在这儿啊 我就想把你的药给你戒了 我凭什么 我不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姐 小水 行 我对不起你们大家 我错了 你们给我点时间行吗 小蕾 看着姐姐 你没有时间 你从现在就要开始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陪着你啊 我们陪着你一起把药剂掉 小蕾 从现在开始 小蕾 妈相信你 你能行啊 姐 二字 怎么样 医生说了啊 不让他出门 二十四小时盯着他 给他补充水分就行了 交给我吧 你行吗 试试呗 试试啊 好 那从现在开始 你上哪儿 我上哪儿 上厕所我都跟着你 晚上你就回去吧 有我们 行 没必要 你们都这么盯着我 我离我犯那个瘾啊 还有一会儿呢 哥 万一到时候不行 你捆我啊 放心 我绝不会受软的 行了 行了 收回 好 没事吧你 你少废话 我有事没事 你不知道 那怎么着 拿绳子 把你给捆进来 你别闹了 来 上哪儿去 我出去待一会儿 上哪儿出去 我出去待一会儿 不能出去 不是 我透不过气 我求你 我把床我给你开点 就在这儿透气 不是 你不知道 你开床没用 我得出去待一会儿 不行 不能出去 是是我哥 就因为我是你哥 才不让你出去 给我待一会儿 给我坐好了 老初亮 老初亮 来 我求求你 让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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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去 快出去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妈 快回去 把他弄疼 轻一点 你弄疼不怕了 没事 妈 他要饮饭了 他要出去买药 妈 你别听妈妈 我就出去 妈 你最疼我了 让我出去待会儿 我长过去 别装了 你就在屋待着 哪儿都不许去 我马上打电话给门带你 到底怎么办 不是 妈 你让我偷偷接发 我看着他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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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让我出去 妈 我不行 放开我 放开我 醒了 我睡了多长时间啊 从昨天到现在 快一天了 快一天了 还做了一个梦呢 梦里面我那门 怎么也拽不开 那不是梦 我真的把你锁污里了 真的假的呀 太狠了 我现在又哭又闹 不管用了啊 真的醒了 醒了 谢谢 谢谢 佳佳 赵磊好点了吧 好多了 她终于能恢复正常了 那就好 佳佳 我这次约你出来 真的要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我们 大伙她出什么事了 要不是有你 我们这次肯定帮不了她 也许等我们知道 已经晚了 所以 真的谢谢你 我是因为 把她当家里人 所以我才那样说的 那你能原谅她吗 我早就不跟她一般坚守了 真的 臭小子 过来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 剩下的话你就跟佳佳说吧 嗯 佳佳 我就把这个臭小子 交给你了啊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 我 我呢 好了好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没事 真的 是 你 你没事 那个 我不行 我得说 你看我那天说 行啦 反正有那么多人帮你 可是我得需要一个人 随时盯着我 我觉得你挺胜任的 真的 你没听见啊 我刚才说什么呀 嗯 我说我已经不跟你一般坚守 嗯 没有啊 我没听见啊 所以我过来跟你道个歉 嗯 好了 嗯 赵磊 那 那个鉴定 我已经去做了 哦 结果怎么样 他们说 最晚 今天就有结果 挺好的 好 你说 你妈要知道我不是你们家人 她会怎么做呀 我估计得给你们家 新修出一三楼来 能健身房 多好啊 少一妹妹 多一跑步机 期待欢喜 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我不管 反正我不会少一妹妹 嗯 可是戴薇要真是我爸的话 好多事就都变了 也不会都变的 反正那个我们不会离开你 我不会离开你 真的 我确定我会像阴魂一样缠着你 谢谢你 阴魂不散的小野鬼 对 那个 有个结果了 告诉我一下啊 嗯 吃吧 哎 你回来了 嗯 哎 这套比身上这套好啊 是吗 你别误会啊 我是陪我妈去参加那个基金会的募捐 还是去年那个 嗯 嗯 那就好 我还以为是我抢烤铜吃多了 出现幻觉了呢 抢烤铜 嗯 你吃屎腾要干嘛呀 我今天啊 跟锋利的菜刀干了一家 结果菜刀赢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哎 严重吗 一千二 我看看 又不是第一次 那关键是今天花的钱让我心疼 那一针破伤风要一百七十多 在我手上缝几针 还要我两千二 将来回打车 我花了两千几百多呢 张东 这钱不钱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每天都跟那些菜刀打交道 万一一天不小心把手指头剁下来怎么办 哎呀 老婆 我现在听不了别人训我 我有点滴血糖的反应 我不是训你 我是心疼你 你现在不是为你自己而活 还有我呢 哈老婆 是我不好 现在应该受关心的人是你才对 这样 明天一大早呢 我陪你去做个必超怎么样 过两天再去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手摇好 这个真不碍事 嫂子 您看咱面边大胆点啊 怎么个大胆法啊 红色的行 我刚给人家做过一次 效果比想象了啊 您看啊 我这个照片 您看 太闹腾了 我不喜欢 那不 那不 要朴实点呢 您看这个 这个又 太生硬了点 它这有灯光 您看啊 这儿 这儿 白个角度 这顶灯啊 藏在柱子上啊 我喜欢温馨点的 我的书 花架 地毯 茶几 有家的感觉 好吧 嫂子 您到底要这屋干嘛用啊 我装修起居室啊 是我知道 我是说啊 是哪种起居室 您打算在里头干什么 您 那这么说吧 您有什么需求啊 需求 对呀 就是您需要什么 来 怎么了 你不习惯跟我出门了 那倒不是 其实我呀 很想一起跟你出去度中 只是这个地方我没去过 不知道 只是不去的 这样吧 这次我请客 我现在经济状况还可以 挺想喝 我和我在乎的人一起分享一下 难来 你在乎我 这干什么呀你 其实啊 我也很在乎你 我打 打交你们了 买东西去了 没 我接个电话啊 你们继续 喂 我是 要是周末要去玩的话 我得去加班去了 我呀 正好我也这个 行了 你就在这儿吧 走了啊 那你慢点啊 她人呢 你妈 她回公司上班去了 怎么 出什么事了 其实你一直都知道 是吧 知道什么呀 也是 你是我爸 你是我爸 我是你胆子的